好,咱们继续回来看比赛 这是2024年斯洛克武汉公开赛延期资格赛 订阅的资格赛都会放在正赛来打 那么这是128间64强的比赛 对手是北爱尔兰的小将麦奎庚 今年20岁,也是今年打进职业的 那么比赛为9局5胜制 现在双方2比2打平,这是第5局 好,听着这边沉底防守 下方那么的红球 这层底安全吗? 哦,太薄了 这球还能够太薄了 好,听着机会来了 一个非常不错的局面 好,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咱们看辉哥这杆球能够拿个多少分 哇,交到篮球 那么这个左边中带戴口这种球可以优先来处理 哎 顶上那两个红球 相连着这两个红球顶上 左边的红球做些硬 这样更好 尽快来右局黑衣球吧 对,看看这球能不能够右局黑衣球 不能 再调了一杆篮球 角度稍大了一点点 来,黑球要归位了 右局黑衣球才是王道 26 啊,这回可以K啊 上方那两个红球 这回可以K 嗯,这百分百出机会的 只要控制好力量 4K4 4K5 角度向下 也不要叫底裤就红球 8点力 登起来 先把好吃的红球吃掉 再收 42 尴尬的位置 手价很难受 43 绿球绿球绿球可以啊 甚至黄球都可以 好,这角度可以右局黑球 46 我们好,打了红球已经是没几颗了吧 要不要叫底裤这红球 还是不好叫 不是不好叫 但是叫这个红球 待会这个红球不好叫球 第一干左塞拉回来吗 54 哎 哎 黑球这边有啊 黑球这边有 他刚才那个中袋 手在那么不舒服 他为什么要打中袋呢 被挡了一点点 偷个角度 好,这边就稳了啊 3比2领先 这个局面 好难 出问题了 轮一干吧 大力 出奇迹 啊 3比2领先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见 好了 好了 吧 一 二 一 到